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成都人很坦率嘛 就比较性格比较直直爽 就是就不像其他地方那么怎么说呢 就比较扭扭捏捏的那种感觉 成都人也比较喜欢吃和玩 其实我自己对中国青年文化并没有什么太多了解 因为我平时关注的都是我自身比较感兴趣的一个问题 但是周围一些朋友他们其实也还是或多或少的 也受一些这种青年的他们一些文化的一些感人吧 你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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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个人认为中国摄影和西方摄影 其实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因为单纯从摄影本身来说 没什么中国的还是西方的 但是我觉得中国摄影师他们很幸运的是 在中国这个地方 因为它本身是一个非数变化的一个国家 给艺术家提供了非常多的创作元前还有可能 这次拍摄的大部分地方都在泰国博社 这个也是我从小长大的地方 也是我父亲还有我母亲他们从小长大的地方 我国主们 这个就是成都的最后一篇老和城区的一些成长变化 冯仙人的拍摄特别的好 让你特别的进入状态 然后它会可能语言有一些幽默 然后带你进入那种状况 然后就可以散发自己所有的风格 然后平时生活中展现不出来的都可以展现出来 所以很棒很棒 时尚在中国现在扮演的是一种不可忽视的一个部分 然后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 它带领着现在所有年轻人往前走 然后已经成为每个人不可忽视的一个部分 我觉得时尚很重要 我最喜欢的品牌是古琴 这样子